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 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歡迎加入IG 每日限時都在可發問單日復盤個股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 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我是Norad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講這個 三養工業2206 這一檔個股 那一樣會從 日限、週限、月限這樣子去講 那就是看 大家手上的個股要放長期還是短期 不過目前我覺得短期 因為 目前的這一檔價格 屬於是比較偏強勢 所以 你不要告訴我說 你買在一個 你看日限 進去買 結果 你又給我切成月限 然後去做什麼防守 我覺得這比較不切實際 因為有可能長一波之後 做一做小三 又疊回原點 所以如果你是做日限級別的 你就用日限級別的支撐壓力去看 那你做月限的 那是用月限去看 對就是 每個這個 週期是不太一樣啦 那每一個比較大的支撐 或是說比較 重要的支撐都不一樣 然後我們就從月限 那月限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特別的啦 沒有什麼太大特別 那 我們可以看到2014年 然後我們這邊對應過來 這邊這個位置 就是 比較多跟K棒去 集中的位置 那也是 收盤 開盤 然後 開盤 收盤的位置嘛 對不對 就是 這一根的 收盤 然後這一根的開盤 這根的收盤 這根的開盤 反正就是 呃 幾乎他的 比較多籌碼 應該基本上是開在這個位置 那當然 這個是 月限級別 那可能沒有什麼 跳空開高 跳空開低子 可能沒有到那麼明顯 對 反正就做一個範圍嘛 那這個範圍 剛好是在2021年年初的時候到達吧 欸 對 不是 是在2020年的12月 到達大概是38塊 所以目前呢 會不會有這個氣勢 長到38塊 或許有機會 不過你就是要去思考一下 目前價格是34塊嘛 那拉上去之後 37塊這樣子 就是3738大概是10%的利潤 那你就10%的利潤 多不多 那 你在今天看我影片 你覺得多的話 那你就做警察 那如果說你覺得不多的話 那你就是找別檔 對 因為 畢竟他從底部大概從26塊這邊拉上來 一波 也是漲幅 從26到34這樣漲多少 4塊8塊 8塊大概漲30%左右了嘛 大概30%左右 所以 原本這個範圍是40%啦對不對 然後呢已經漲了30% 所以剩下10% 欸 要給大家賺嗎 我不確定喔 我覺得 比較困難 那以這個 月限級別 從2020年3月COVID-19這樣往上一畫 可以發現說 之前在這個位置大概是去年11月那時候跌破 跌破之後開始其實就是在底部進行盤整 也沒有什麼漲沒什麼跌 所以基本上 這一根上陣趨勢線呢 我其實目前看起來也不知道 到底有沒有一個失職的壓盤的作業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啦 對 所以 我們就直接看支撐 對 支撐會比較 快一點 那整體的支撐就是剛化那條線嘛 就是 守住很久的 那這是比較屬於 真的再次回落下來 你看有可能現在這個盤勢在 在跌然後他在找 那如果說盤勢在漲的時候他在跌 會不會有可能 有可能嗎 因為他可能是 比較偏炒作性質嘛 對不對 那他再次回落到大概252 大概26塊左右啦 或許是一個長線可以去觀察這個點 那當然我不確定說這個長線到底是不是會守住 那一樣就是向下去抓個幾% 對 如果說你是短線的話你就抓個2-3% 他如果說你是週期比較長一點 你可以抓個10%也OK 那目前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主要這邊這個位置吧 我們所觀察的位置大概是這裡 突破之後向下回踩 上去之後向下跌破 這邊又回踩一次 然後往下跌 好我們就直接連接到這邊 這邊呢也是兩周嘛 因為是週限級別的這個 這個K棒圖也是兩周卡在這個位置 所以理論上啊 這一波34塊嘛 那我會比較選擇去 做一個 假設真的要做進場 假設我做進場在34塊 那我跌到32塊的時候 我會再做加碼 而且加碼的張數呢 會比你原來34塊進的 還要在至少兩倍啦 對至少兩倍 因為這樣才能用金字塔式的方式去佈局 那當然34塊買下去 會不會直接往上噴 這也是有可能 那反正我們就做一個比較偏機率 然後在哪邊比較容易做轉折 大概32塊 也是從過往跟我們近幾周的 這個支撐壓力去做這個判斷 然後我們切成日線 日線其實就是差不多啦 就是大概是32塊左右 然後呢 也是差不多是在 他這邊向上比較爆大量 6.15號的底部的下影線的位置 然後最底部這邊是31.9 所以整體的規劃 目前如果啦 如果說他可以守住大概33.5到34塊的 這一個0.5的價差 我認為他往上再去走的局勢 也有可能就是這樣子 然後持續做反彈 那為什麼是這邊的位置 主要從這一根的大量去找到的 對 這一根的大量嘛 這一根大量 然後去看他 當時候這個主力進場的價格啦 大概落在33.5到34塊 那主要是從比較小分K去看 那不一定準確 因為這邊的 這一個支撐的價格是比較屬於這個 當充的 有可能到達像今天到達了嘛 到達一次 那反彈了 可能就沒了 對不對 像目前34.1 或許就是一個 可以做隔日充 或是說進場做當充的一個 不錯的價格 對 那 如果說他在後續呢 可以守住 不跌破 不收盤跌破的話 他應該是比較沒有機會到32 那當然就是一樣 如果說34 我假設我做進場 那我要放一個比較長波段的話 那我可能會 等他來 假設他真的跌破34 我依然會看向32 然後再從32 去向下找這個停損的價格 對 再向下找停損的價格 有可能31就走 不是說31.5 那31.5是抓比較緊一點 大概是2-3%左右 那可以抓31 然後看個人的操作 那我覺得這一檔 你目前應該只能用這個日限級別去看 那當然 剛說的38塊非常值得注意 就是說 有可能真的長到那個範圍就差不多回落 那有可能到這邊對不對 到37塊這個 之前的前高點就回落 所以 整體目前的 這個價格其實有點逼近 大概剩10%的利潤 那這個10%的利潤也是剛好 你現在你此時此刻 你看到我影片 然後 在明天也可能買到34塊 的這個價格 那所以整體的 呃 偏 雖然他目前偏強勢 我們都知道 但是他整體 你要說 高報酬 高風險高報酬 目前是高風險 那有高報酬 不確定 對不確定 就是10% 是比較偏保守的一個想法 因為到前高點是蠻容易遇到 壓力 然後再次回壓 然後我們的山陽工業2206 就大概講解到這邊 那一樣 喜歡我的影片呢 就幫我點個讚 就幫我訂閱起來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